在那遥远遥远的世界尽头 培育幸福的神明睁开了眼睛 神明边缀梦想 于是名为历史的故事诞生了 神明开辟荒虚 于是名为世界的相亭诞生了 山林苍翠流水叮咚 由于波动精灵照引明光 鸟却闲来夜色赠予安眠 然而白昼风雨消暑 黑夜寄燃无声 千万个日夜之后是又千万个日夜 直到天空为它注视的世界降下真爱的遗珠 流星降临于寂寞的净土 为这片大地带来了智慧的精灵 于是山鸾有了语言 川泽有了韵律 这便是人类的时代 你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